演唱會只賣兩成 原為人戴隨羅大佑 這場由原為人擔任總策劃 跟偶像羅大佑致敬的演唱會 2月25日在小巨蛋舉行 但票房卻傳出告急 演唱會請來了不少金曲歌王歌后 卻被網友在臉書爆料 視野最佳的黃二C區 只賣出12張票 正常演唱會的門票只賣了兩成 有8000張票還沒賣完 原為人去年12月與陸元祺離婚 千萬字不到20小時 就被拍到 開車載著 居奶妹成為小咪咪 加上陸元祺不斷在媒體 臉書強化她花心 不顧家等等負面形象 嚴重影響她的社會觀感 這場假如我是羅大佑的演唱會 就被說是因為 小胖離婚的負面新聞 帶隨了音樂交付 網友加碼再酸 省省錢吧 票房差 到時說不定這個不來 或是那個不來 買800做4000 賺到了 本刊打電話給小胖 他不見不回應 而承辦單位大大娛樂 總經理李明智 表示知道票房不佳 但說細節要問小胖 時間已經這麼近了 可能最後會有冠名 或者其他策略吧